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南少林塔沟舞校两万多名学生共同演绎的 他们巧妙地排列成春 福 少林等字 当六千多平米五星红旗方阵亮相时 国内外观众都震撼不已 外国网友形容它是史诗级的表演 更有网友表示 这种出色的表现和近乎完美的准确性和组织性 只有中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少林功夫大家都不陌生 它本质是在河南登峰松山少林寺 这一特定佛教文化环境中形成的 以少林寺僧人修习的武术为主要表现形式 佛教神力信仰为基础 体现了佛教禅宗智慧 作为少林寺住持世永信的弟子 也是少林寺武僧团一队的队长 施言炫十四岁就进入少林寺习武修禅 更是对少林寺和少林功夫有着深深的情感 少林功夫伴随着少林寺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不断丰富完善 由最初保卫四产的手段 逐渐发展成为技术完备 内涵丰富的文化表现形式 根据少林寺流传下来的全普记录 历代传习的少林功夫套路 有数百种之多 其中流传有序的拳械代表有数十种 另有七十二项绝脊 即擒拿 格斗 蟹骨 点穴 气功 等门类独特的功法 少林寺目前流传的少林功夫全数 器械和队链等套路 合计有二百五十五种 佛教僧人的生活 受佛教戒律的约束 在少林寺这一特定的环境中 佛教戒律又演化为习武戒律 戒律在习武者身上表现为武德 所以少林功夫往往表现出 节制谦和 内敛含蓄 和讲究内进 短小精悍 后发制人的风格特点 少林功夫的传习方式 主要以口诀为媒介 与少林寺传统的宗法门头制度相结合 其核心内容是师父的言传身教 和弟子的勤学苦练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少林祝愿僧人逐年减少 加上现代人热衷于 少林功夫动作套路的技术表现 由此导致其内在品质逐渐缺失 也造成了当代少林功夫的宾威 2006年 少林功夫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人们也开始重视到对少林功夫的抢救及保护 常言道 天下功夫出少林 在少林功夫的背后 深藏着的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 一直在坚持传承少林文化 少林功夫才能走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成为一种可亲可信可感的传统文化 中国武术文化才得以发扬到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个角落